《身在曹营心在汉》 刘备代表的汉室 他是三国群雄当中 真正做到了一辈子秉持汉臣之心 非汉室不从的 却是曹营第一智者 群令君 群律 自文弱 祖上是儒家大德群子 从小就显露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才干 世人常说 还有辅佐王侯的才干 曹操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 包括如何保住根本图谋天下 邪天子以令诸侯 各元少于关度 齐荆州控流比 都和巡律有关 和弟弟群雍被称为曹操的二巡 就是这样一位曹操的顶级谋士 却一心想着匡扶汉朝 堪称汉朝第一忠臣 永汉元年 董卓进京 为了某多某多汉家 天下行费力之士 公然操控小皇帝 而后越发骄横 自立向国 不朝拜皇帝 才配见上帝 眼看朝廷衰微 冲于汉室的寻语器官归乡 对家乡父老说 我们这里是战乱频发的地方 如果天下动荡 那么这里就会受到侵侣 我为汉臣 不可侍奉苦狼之辈 应该投奔民主 重兴汉室 寻语因此投奔曹操 随曹操平定黄金军 之后判现帝留邪 在乱党挟持下 从京都投奔到洛阳 在当下纷争的局面之上 曹军大多数人没有长远的眼光 看不到迎接现帝的好处 理由是天下还未平定 乱党实力庞大 敌人暂时还虎视眈眈 贸然发兵恐怕不能控制他们 但是一心扶持汉朝的寻语 却和众人唱起了反调 建安十七年二百一十二年 曹操受益成语禁言 天子召令给自己王爵指使 并且赐予九昔 寻语认为不妥 直言丞相是匡扶汉朝的忠贞之臣 要恪守为臣子的本分 即使天子家风也要推辞 不宜如此 更不能有剑阅之嫌 因此惹怒了曹操 寻语在关键时刻的 表现可以看出他对汉朝的耿耿忠心 可惜后来曹操心怀不满 竟然公然拆除司马门 寻语感到曹操已经完全漠视汉朝的权威 开始闭门不出 而后因为心怀汉朝而生病 曹操派人送去空的药盒 御军时汉禄 但是汉家的饭碗已经没有了 寻语遂感觉曹操篡汉已成事实 自己匡扶汉朝的希望破灭 一生追随的曹操 已经真的失去了对汉室的忠心 时刻准备篡汉自立 寻语感到自己无法接受汉朝灭亡 因此自杀 寻语一生抗击董卓 奔灵汉帝 维护汉家礼法 最后以身训诫 是位身在曹营新赞汉的第一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在网民 rubli 在网民 并 维存编辑 可观 明 同 比